一 爆 秦王 瓦岗站有动静 来者何人 我们是瓦岗寨将士 谨奉大当家 离可之命 献上金银 以事由好 彭福 怎么会是你啊 我便是债主送来的礼物 给秦王献武 真没想到 会在这碰上你 我也没想到 快 把姑娘请入帐中 是 洪府前来必定有诈 不可轻易前去啊 事情确实有些蹊跷 请秦王下令 立即将他杀掉 不行 还不知道他的来意 绝对不可以杀 他本是杨素手下的暗人 此番前来危险极大 不能杀 你派几个人密切监视就行了 可是 不必多说了 秦王 平阳公主带着一小队人马出巡 却全员失踪 刚刚派人去寻找 只发现军事的尸体 坏了 这个丫头闯祸了 继续去找 是 恐怕这次平阳是被抓住了 有饭吃有饭吃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两个想怎么样 饭也不吃话也不说 想成仙啊 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这饭头 如果你不吃饭的话 待会给我啊 你们两个怎么了 眼前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冲出去了 我现在冲出去了 等于是送死啊 你看看看 外面好几十个兵 搞不好那外面好几百个呢 你一个人能杀几个 那也怎么样 我在这边送死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看 其实现在什么状况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你要知道 等到我们那个大胡子商议好 要把瓦钢寨收回去 绝对不是难事 你要知道 现在瓦钢寨虽然是离可把持 可大家的心啊 全是想着大胡子的 也不知道三哥怎么样了 这个人啊 你就不用担心了 大胡子他内功好 现在搞不好 又躲在什么地方 练功疗伤呢 不用担心啊 没事的 对了 你们的饭如果不吃的话 我给你吃了啊 嘿嘿 嘿嘿 哎呀 哇 哈哈 好 好吃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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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司空大人 宇文将军情况如何 果然不出司空大人所料 瓦钢寨祸起萧强 求然克士兄夺位 杀死张扬 却让李可群起击退 负伤而偷 现在瓦钢寨由李可执掌 真的吗 是 江湖传闻 求然克士一个 婆婆妈妈重情义的笨蛋 怎么会为权位而是凶呢 对 司空大人说的对 所谓江湖传闻 都是道听途说 不足为信 我甚至立刻为人 皆傲不逊阴险狡诈 若说他是凶我倒相信 是 不过末将还有一事相求 求然克身负重伤 请准末将 亲领精兵前往瓦钢寨 赦服劫杀 免遭李可杰族先登 我知道将军是报杀子之仇 但不必着急 作为百族之虫死而不降 天下间有人能重创独孤成者 绝非泛泛之辈 求然克虽然负伤 必能伺机再起 就让他与李可欲望相争 互相削弱瓦钢军的力量 我们也好坐受渔翁之力 将来攻破瓦钢寨 老夫定把求然克和他的九族亲友 一并交与将军处置 谢司空大人 备职参见司空大人 成儿的病怎么样了 还需调养 需要调养 自从罗亚之后已过了一段日子了 按说皮肉伤容易好 怎么到现在还反反复复 时好时坏的呢 这 这个那个 你们个个都是混事的东西 滚 是 还得靠殷尺诗啊 太热了 你也许还感觉不到 没关系 我想差不多了 少君许久没有走动 让我帮你按一按 好使血气畅通 好吗 尽管你受伤以后不发疑言 但是 每日提身 每日提身侍奉 觉得幸福 我希望可以 永远这样侍奉下去 司空大人 大战在即不能缺失你这元猛将 希望承儿早日康复 先一夫放心 我当然放心了 承儿武功盖世 区区伤势合足倒在 难道终生会区区斗势之间任人侍奉吗 大丈夫死于沙场 不应死于床子女人手中 近日重批战家 才觉得力不从心 岁月不饶人我真的老了 天下人我只能相信一个 这就是承儿 多谢义父 我真的早点希望看到 承儿再次手持利刃驰骋沙场 你知道有多少颗头颅 正在等待少军砍皮 你安心静养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我想你这次前来 不单单是给我献舞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 聪明的你应当看得出来 你是来刺杀我的 我应当看得出来 我应当看得出来 也认为了 我应当看得出来 你不是 应当看得出来 我应当看得出来 我应当看得出来 我差点击 我跟这次 我跟这次 我应当看得出来 我应当看得出来 感谢观看 明了是吧 所以我说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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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大胆红红 竟敢刺杀秦王 成儿身体如何 义父 里人军队集结在死也按兵不动 他们肯定也在盘算 现在就看谁有耐心 长久以往 李静 红服刺杀失败 他不保证 那也就怪不得我了 來呀 把李靖拉出去斬老 走 李可 你敢殺李靖的話 我認不得好死 我先殺了她 然後再殺你 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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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唐皇帝的平陽公主 你們誰敢放肆 你是平陽公主 正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原來是公主陛下 在下不知 多多冒犯 來人啊 在 還不快把樓門打開 是 公主 公主受驚了 你要殺我二哥 現在倒來裝好人 啊 公主 請稍一遇步 我們再做祥談 李可 你們給我放開 走 走 我娘子儘管如何 你給我說 洪福刺殺李世民失敗 失守備擒 已遭處決了 公主 公主 請先下去吧 你要幹什麼 不可以殺他們 只要公主跟我走 我絕對不會傷害他們二人的 公主請吧 公主請 公主請 公主 你没有信守我们之间 你说什么 如果她活着 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你 就算她死了 也不会有这种可能 我有耐心 我可以等 只要是我李世民喜欢的女人 我会付出一万份的耐心 让她爱上我 你甚至不相信我 凭什么说你爱我 越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女人 越容易被人爱上 因为她们身上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洪副 如果你觉得我的命比李静的命要轻贱 可以让我做出牺牲去救她 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杀我 我早知道 我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女人 而且我也从来不相信别人 但是李静让我改变了 她让我相信 世上还有值得信任的东西 我企图让你相信我 但是我失败了 瓦岗阵里可派人送信一封 下去吧 是 是 好 ..! 就 chim 真是 你 飛不在地盘 想杀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文静 怎么样了 士兵们已经准备妥当 秦王一切要小心为事 带这么多人干什么 你给我从中挑选20名金干的勇士 我今天只带卫队秦王 秦王 只带二十人只怕势单力薄 我是去接平阳 又不是去打仗 你带着大军在山下留守 如果遇到不测以剑为号 到时候你就直去瓦钢寨 是 出色带来火砍 罢了 罢了 生死有命 初晨 我很快就来陪你 黄泉路上你不会寂寞的 看你是要死的人了 不妨告诉你 洪府虽然失守被擒 但至今仍未被处决 真的 我又何必骗你 好了没有啊 那么多事 跟女人似的 快点 烦不烦呢 快点 喂 你们俩别一直摔啊 你到底好了没 快好了 别偷看 谁看你 快点 三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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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 想跑你 走 你还想骗我慢点 走 三哥 三哥 大家本是自己人 我知道你们受了李可的欺骗 我不会杀你们的 张力 张阳大哥明明被你所杀 你还信口慈黄 胡说 你们谁看见我杀他了 这 是我亲眼看见 李可勾结张朝光和王始冲 杀了张阳大哥 三家主 三家主 我不会为难你们 你们走吧 告诉李可 我不会放过他 三家主 其实弟兄们的心 都还是向着您的 就让我们跟着您吧 给债主报仇啊 对 让我们跟着您吧 给债主报仇 给债主报仇 让我们跟着您吧 大猴子 你看 我们躲在这个洞里 真的没人会知道 三哥 你的伤势怎么样 对 淳于没有 死不了 一妹现在神陷唐宁 我们得赶快前去营救 就凭这几个人 怎能敌得过唐军的精锐兵马 未尽之际 我们要先夺回瓦岗寨 才有足够的实力 和唐军周旋 营救一妹 李靖 你熟读兵书 如今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快想想 有什么奇谋妙计 想想 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战役倒是不少 但是想来 都不符合今日的情况 我们不能强攻 只能智取 智取 智取啊智取 这智取我也知道 不过是要问你如何智取嘛 这个嘛 不要假猩猩 快放我走 不急 不急 等你二哥李世民来了 我一定会放你走的 公主啊 在他没来之前呢 咱们先喝上两杯 不喝不喝 一哥我告诉你 别在这里灌马尿抓好人 你现在不放了我 等我回去禀告父王 将你军阀处置 公主 你误会我李某人了 其实我李某一向敬佩唐公 如今巧遇平阳公主 在我心中啊 真是又英又喜啊 没想到 世上居然有如此美人 公主 改日面见唐公 我一定会当面提亲的 什么你 债主 是不是李世民来了 他还没来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哥他根本就不顾及你的性命 迪克 你的如意算法打得太好了 我二哥是不会上你当的 这 债主 还有什么事啊 张烈他闯心场 接走了李靖和陈敖 你们这群废物 还有 还有什么 去的士兵都跟张烈跑了 接招徐氏驾训到居宇堂 商议对策 还不快去 是 我看李可那个混蛋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咱们藏在这里啊 这叫大银饮饰 错 这叫大银饮鱼洞 各位兄弟辛苦了 三哥 三阵主回来了 三阵主回来了 三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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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兄弟 三哥 你没事吧 小心啊 三哥 小心点 小心啊 兄弟们 兄弟们 咱们 咱们都是肝胆相召的好兄弟 都是李可 杀死了张阳大哥 我狠不得把他揪出来碎尸万段替大哥报仇 别上来 别上来 等一下 听我说一句 我早已拟好了计策 明月 如果您视苏 母亲 母亲 他摇随着 邮导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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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看 六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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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她这单掌碎刀 我想她的功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她现在逃到了什么地方 我已经派人搜遍方圆三十里 不见踪影 想必是一远离瓦钢寨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她怎么会一下子消失 我想她一定藏到了山中某地 张炼宁月冒险不肯离去 必为花夫人之故 我们纵然不搜 她也会自己露面的 不错 待我僧兵把守 把石老团团围住 叫他不能得逞 战主 有密报 下去吧 是 明日正午 席时劳 张烈中毒 演技重 也不能事物 太好了 四公大人 洪府有消息了 igual 我不能 told 我 钱 推 去 没 那 没有 没有 没 我 这 没有 我 他 没有 你的 你不必紧着 是你的夫君来看你来了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样 我只是想让你亲眼看到你的夫君死在我的手上 把门打开 是 我只是想让你亲眼看到我的眼睛 Losin' my mind Don't try to save me 这是什么 这是救过油 好 杀 杀 来吧 我就是要他看见 你脉筋将狠 我就是要他 心疼 要吧 快点掉出来吧 快站住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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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你一决生死 要你這麼大 就跟我进来吧 嗯 大阪小心 走 走 进去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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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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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逃不了了 奸贼 咱们三人结义 大哥一向待你不保 山中事故禁教你掌管 江湖人都知道 你是瓦岗寨一人之下的二当家 你为什么要加害大哥 好 我让你死个明白 免得做一个糊涂鬼 今年这个老头埋守武学 根本就不理瓦岗寨事务 瓦岗寨的兴旺 那全是我李可疑人的功劳 可是他竟然不传位给我 所以我就在他的饭菜里 下了无色无味的赤毒三公粉 我本来是想让他的功力尽失 自动退位让贤 大哥的怪兵 原来是吃了你给他下的赤毒三公粉 不错 哼 可是这个老头他疯了 他竟然要传位给你 所以 那我也只好相约张朝光王之中 送他上路 狭贼 嘿嘿嘿 如今 我只要亲手杀了武功盖世的囚然客 那么瓦岗寨上下无物心悦成福 我的债主宝座 自然稳如泰山 囚然客 现在 你死得安心了吧 这真是个天大的难题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今日三哥就是我们太容易了 当然了 他们都怕了我们 谁敢反抗啊 对啊 这其中一定有诈 有诈 狄可只要派一个奸细 就能知道我们的藏身处 还能知晓我们的计划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对 有奸细 好 我这就进去把那个奸细给杀了 小金 你要杀了他 我们就没戏场了 是这样的 三哥鹰中毒眼疾发作 日间易如常人 但入夜犹如瞎子 完全不能失误 李兄弟 果然有内奸呢 若非有内奸 你怎么能轻易获救呢 两位大侠 饶命啊 这张密报 一定要送到李克手中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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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快 快杀了这些士兄叛贼 你才是士兄的叛贼 还血口喷人呢 你 你胡说什么 哈哈 你这满天过海栽赃嫁祸的篡围大计 真是高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刚才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李静 还赞叹了你一下 这位老兄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嘿嘿 我早就了到 你知道三哥眼疾发作 便会得意忘形 所以我们兵情显著 就是要你不打自招 你 今天我要替寨主报仇 快 夫人 夫人 三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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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一路